不失供养做了好事 心里还面面不忘 这叫有漏善 不失功德而福德 福德不能解决生死问题 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福德里头经上告诉我们 祝圣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凭什么跟这些祝圣善人能够在一处 所以我们的心不亲近 心地不善良那怎么行 念佛 念佛是个手段 你要会念 佛讲的话没错 现在许许多多念佛人 把佛的话搞错了 因为只口里念就行了 就能往生的 念得越多越好 心与口不相应 会念佛的人 不比一天到晚佛号不中断 用不住 什么时候念佛呢 心里头有念头的时候就念佛 有念都是妄念 不是妄想就是分别 就是知识 这种念头一起来了 赶快一句阿弥陀佛 把念头打掉 这叫念佛 念佛是恢复自己的亲近心 恢复自己的善心 不在乎多少 心底果然 纯净纯善 一句佛号不念 他真的在念佛 什么是佛呢 清净平等觉是佛 十善夜道是佛 他在行佛之道 那叫念佛 所以诸位一定要会念 我们在顺经里面 善缘里面 其一面贪爱的心 马上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打掉 恢复 清净平等觉 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 如果在逆境 恶缘 起了一面诚惠心 赶快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打掉 这叫慧念 这叫慧念 这个念佛 功夫真正得了 功夫用久了 啥在家用多久呢 你能够 你能够 你能够捏捏捏捏捏捏 日夜不断 顶多三年 你就从凡夫地 欺如发生菩萨的过位 往生西方净土 生十报 装远处 为什么不干 所以西方世界的那些往生这种 过过 都是 清净心 清净身 身心清净 毕竟 皆得 清净 平等 无为发生 侯缓 又得到阿弥陀佛 本愿 微生的加持 我们自己 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愿 没有这种行持 佛的力量 加不上 佛对我们的加持 是跟我们相等的 我们有一分 功夫 佛加持一分 我们有十分功夫 佛加持十分 佛对我们的加持 确定是跟自己功夫成正比例 我们要明白我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